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打算收回香草 不舒服 叫这些人 只会热尸身飞的人滚 小孩 小孩 对不起 你从今天以后 我还打算我 我却虽然也无法再当你也是朋友了 买步走在热门的街 就这样一点有点 守护你的望省 我还打算我 我卻以后 应该把他们全部开吊 我已经什么都没说 要我走 你想叫我闭嘴吗 死脱我吗?到底为什么? 不要走 我提你这死不能录人 扯下你的家人去 我都知道了 知道了 不用查了 直接把人給我找 真的有這種事情 是啊 公司都傳開了 我出去一趟 你爸爸下午的時間全部取消 陳律師 別忘了下午三點 你跟田律下就有約 啊 真的沒有辦法原諒嚴家的人 他們真的很自私 在別人的忠心和努力 有謝一顧的拋棄 玩弄 我真的很心疼 為什麼我媽要說到那樣子的待遇 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了 我 我 與小安 有朝一日一定會證明 我們瑜家 不會再被人家欺負 不 不是別人可以忽自責來 會自己去的 你找到小安了嗎 她沒事吧 你不覺得你關心得多餘嗎 遇上案已經不是你的責任 我也不是你的眼線 除了公司以外 你先別打給我 陳律師你先別逛 聽我說 我們現在 站在同一陣線 要一起保護小安的安全 什麼意思 他們今天 做了在老虎頭上八毛的事 你想 這隻老虎 牠會怎麼樣 你知道什麼 不知道 但你相信我 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 接下來 想要去交給你保護了 別冤枉 我警告你 我坐小安休任何掌握 小安 小安 天哥 你来啦 干嘛那么紧张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差一点 你只要心情不好就跑到这边打好大家 几乎不会说话在门 还不是你教坏我 以前刚到陈拉一家的时候都不爱说话 后来我偷偷跟着你 发现你都在这里对她讲 以前我在图若院 我都一个人对着他们说话 上来的我都明明了 下一年父亲节我就来这里了 因为我好想我爸 我真的好希望 我可以有一个爸爸 陪着我长大 想要你今天这么身心健康 都要归功于这扇门 其实有这么多你的负面能量 就这么简单 我刚刚是来帮她清理我发现出来的垃圾好不好 对不起了 没事了吗 没事了 谢谢 谢谢 现在现在不喜欢听到你这我说事情 哈哈哈哈 孩子吧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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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陈律师有说他去哪里了吗 没用 需要我帮你留言给陈经理吗 不用了 谢谢 信玉已经跟我说了 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情是对的 你看到小安看我的眼神 你就不会说我是对的 那种眼神我看多了 不过我劝你 对这件事情还是不要反应过度 要不然你先前为了保护他们所做的事 就功亏一亏了 你怎么知道 你虽然完事不公 但是你并不坏 我相信严君强一定也知道 但你得小心接下来严君强的动作 小安他们这一次 跑去兴师问罪已经打草惊蛇了 我知道 我有办法掌握他的心中 你怎么掌握他的心中 之前在他书房被发现 我就知道不能再被撞见第二次 所以我想尽办法 在他书房装了摄影机 你笑什么 所谓深叫眼叫 耳濡目染嘛 虽然你跟严君强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在他身边这么多年 也潜移默化了不少 你的病情 什么时候才要跟阿权说 適当的时候 好 看不起我 打死我 他们知道我最厉害 干嘛 放开我 你 你找我来干什么 你想要什么 虽然你妈的人生已经公布了 但你跟你妹可以有机会调到 比较好的部门 因为我欣赏你们兄妹的孝顺 怎么 态度转变那么快 被我吓到了 我知道的可不少 没有那么容易被收买 我不在乎你知道什么 因为你知道了也没用 什么意思 你以为你可以扳倒我吗 这么多年来 没有人可以扳倒我 更何况你 你个胸无大志 想要靠着自己妹妹飞黄腾达的废人 别忘了 别忘了 你还曾经很亲密地喊我亲家龙马 所以回去闭上你的嘴 记住你自己的身份 继续过你魂魂魂魂魂的日子 你到底想说什么 当年你爸死后 我给你们饭吃是出于一片好事 不需要替他养个没出息的儿子 对着我乱喉 我就没有出息 怎么样 我再怎么没有出息 这样可以通康你了 我知道我们二十更有关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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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走 是想叫我閉嘴嗎 當年確定是名為舒適 这就是第一步吧 接下来你会做什么呢 什么不然还不过我 你怎么可以暴闭眼神神 你这个犯罪啊 妈 怎么了 你哥呢 他说他跟他朋友出去不会回来吃饭 妈 我跟骞哥约好了 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研究牢基法跟制度章程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办法的 我根本不在意这个工作 妈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你等我一下 妈 这什么 打开看看 妈 这个 这个是 这是你爸毕生的心血 爸这辈子都在研发新的要救人 可惜却救不了他自己 妈 这是很珍贵很珍贵的资料 他可以救很多人 所以你一定要收好 这里面 还有几个还没有过关的配方 也许还有上千万的商机 妈 就算有再大的商机 都不可以随便上市 但是 如果副作用的实验 配方比例的毒性 药性跟抗性 没有通过严格的检验 那制药跟制毒只在一线之间而已 所以我才把他交给你啊 所以我才把他交给你啊 小安 你就是像爸爸 不但遗传了爸爸的天分 还有身为一个制药师的良知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地保存这个笔记本 不管以后我发生 我是说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好好保留爸爸的心血 我知道了吗 来 宋元 老爷呢 在书房呢 这样一上市 股价一定会有表现的 这个时间点知道的人真的不懂 所以我们家夜舞过去拜访的时候 记得要多下点订单哦 一定一定 嗯 喂 余小仁在吗 我这边是管理组 他现在不在耶 搞什么 交代他去冰柜移动培养命 怎么到现在还没去 那 我马上帮你联络他好不好 告诉他马上去 现在救冰柜不稳定 到时候培养的病毒出了状况 他就要负上全责 好不好意思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怎么了 妈 没什么特别的事啊 就是药厂人手不足 需要人去帮忙而已 妈 我出门一下晚上回来 哎 余小仁这疯狗不受控制 最好尽快解决 我到底 该不该穿过去阻止 去了 爸就知道我在监视他了 都没人啊 怎么都没人啊 管他的 先进去再说 要是病毒出包 这些实验就功亏一亏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关了 人命关天 先救了再说吧 有人在啊 不关了 人命关天 先救了再说吧 山 山 走 有没有人啊 怎么没电了 救命啊 有没有人啊 有没有人啊 上海 小安 好冷喔 不要睡 不要睡 不要睡一早 睡一早 不要痛死 保持心情 好不好 我們去愛 不好意思我還打擾了 小安呢 小安她剛剛接了個電話 說藥廠有事需要幫忙 然後跑去 到現在還沒回來啦 警署過的電話無法接通 藥廠 是誰這麼晚要小安去藥廠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你好冷 剛剛 做了一個夢 夢間 可是,我爸从今天里走出来,跟我说话,我妈说,我爸是一个人真很好人,可是还没等到我出生,我爸就死了。 谢谢,好人,我不久了。 小海,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而且,你跟我这个坏人在一起,当然不会死吧。 你干嘛来救我?你在我会上刷我,你干嘛还敢来救我? 你脑子真的被冻伤了,就你跟索阿姨是怎么回事? 你,我会来,我会来,因为我关心你,我在乎你。 你明明就很讨厌我。 你知道,你让我多伤心吗? 小海,我一点点不讨厌你。 姐,我好喜欢她,好喜欢你。 小海,请你相信我有真心。 你,其实当我心脏禁止的时候,都是停在最真情的那一刻。 老婆 我相信你 现在的我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对我的好事真的 都是真的 我相信你 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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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律师 干什么人来过 没有耶 一正晚只有我在这里 那我怎么打开了不接 你们人是去哪了 刚刚有人送外卖披萨过来 所以我们就吃了披萨 我吃完这披萨以后 我就拉肚子 那他们发生什么奇怪事 刚刚我去拉肚子的时候 好像有断电 还是调电 好 有什么门锁着 里面有人吗 有人在吗 我还组长说 我派人来这里移动黑暗地 来多久 来多叫一九 喂 要有酒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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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巫岁 好 watts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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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艾呢 我来吃 我来吃 你搞什么东西啊 怎么我儿子也会在里面 要是我儿子出了事 你要怎么交代你 反通 你搞什么东西啊 进来 要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 要不是我 两条人命 包括您的儿子 这臭小子一定是追女人追到那里去 早就警告她不要再和那个女的角货子就是不听 这一下啊 差点把命都给送 上一飞差点送命的 恐怕不是意外 什么意思 当晚不是因为跳电 导致人温度计护障了吗 但门被人给刻意锁上了 也可能就是因为跳了电 所以电子锁护障了 据我的报告 门在跳电影前 就已经被人给当我手脚了 旧兵贵早就有问题了 不管去哪里护障 都不意外 旧兵贵有问题 你为什么还派人过去 我可是用你的手段才得到这个小戏 是你派雨晓人去的吧 这是巧合吗 这可是很严重的指控啊 晚面在对文家家人的观照 帮雨晓人升迁 让她做点事 现在发生意外了 怎么能怪我呢 但是因错养差 确实小安 差点做了替死鬼 而且小安的血液里面检验出来 有安眠药的成分 你到底想爱吃什么 雨晓安有吃安眠药 关我什么事啊 这就是设备老旧的意外 从今以后 旧兵贵封采不使用 当班的警卫也已经开除了 这件事 就到此为止 你口口声声说 找了所谓的报告 你这件事的事 应该知道这些 能不能成为有效的证据 你现在能做的 就是代表公司 当做公司内部设备舒适处理 按程序 把卫文青跟华兰 确定是否还要道歉 谁对你来说 任命就从程序解决掉 对了 小安不知还没有的 陈谦 不好意思 追命又赴约 最近还有事情 没有关系 我知道你昨天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 而且你不是在冰溃救了一飞 我也要谢谢你 所以你现在有空吗 永信阿姨生病了 而且病得很重 你是骂唯一的寄托 唯一的希望 如果你愿意用你这双手 把袁军强推向第一月的深渊 妈就可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你愿意帮我吗 陈谦医告诉我 只要能够满足你一点的欲望 哪怕他活到最后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他都不会倒下 肺也不会停下来 这就是他爱你的方式 妈 为什么你要这么苦 身体都病了 为什么还要回到公司 不顾自己的生命 就真的是爱吗 失去你的成功 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意义 好 怎么了 没事 我看是在挂念小安吧 冰贵的意外我听说了 幸好有你及时赶到 要不然 就像当年实验室的意外 又再次重演 妈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没有 没事 没事 有些事不要知道太多比较好 冰贵的事你就当它是个意外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什么意思 不然 恐怕挖出人性 最残忍最扯陋的一面 就像当年文娟阿姨孤儿寡母的 我一个人力量又微弱 我们除了自保 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就算我手上有证 有证 我们除了自保 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就算我手上有证 你去 妈 没事 我这些偏要怎么搞的 你是不是瞒着我手 妈怎么会瞒着你呢 小姐你身体不舒服已经没有好 你是不是要陪你看一次 我其实可以多抽点心片 我又不是快死了 就说这些干什么 妈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 你呢 只要乖乖地上班 就算是对妈的回报 好了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到底找到什么秘密 你到底找到什么秘密 嗨 来 如何 有没有被那些精密的检查 搞到快疯掉 文轩阿姨呢 她去买午餐 好 来 一天一瓶果 医生远离我 很快我们就可以出院了 谢谢 你知道公司开始调查这件事了吗 我有点不安 这件事只是单纯的意外吧 虽然说我哥平常工作没有很认真 可是也不至于跟别人结怨吧 不知道耶 我就是觉得好像哪里 怪怪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看到对不起啊 不是啊 我是说 我那天本来想要英雄救美 最后求了被救了 可是啊 不搞一些这种惊天动地的生死关头 我飞哨的真心话 哪会那么轻易地说出口 我都快要被我自己感动到咯 我哪知道哪就是你的真心话 你真话假话都说是真心话 我敢保证 没有假话会是在心脏停止挑动前说出来 不用生命表达真诚 你还不相信吗 拜托 冷凍库这么冷 我的头脑都不清楚了 哪记得那么多 你在里面不是还哭着说会相信我 哪有 我根本没哭好吗 你看你记得很清楚吧 嗯 嗯 嗯 幸好有你及时赶到 要不然 就像当年实验室的意外 又再次重演 你口口声声说 找了所谓的报告 你自己是不是 应该知道这些 能不能成为有事的证据吗 就像当年文娟阿姨孤儿刮目 我一个人 又这么薄落 就算我手上有证据 正文组 我是陈谦 所以 曾经以下午的回忆 是的 一直到下午四点以前 妈是影响的左右手 当年的事情 以她的个性 一定会进行调查 手上应该掌握一些资料 妈 我已经七岁了 而且今天又不是我的生日 小千 听妈妈话 你今年六岁 而且以后每年的今天 都是你的生日 生日快乐 我会让你离开 我不会让你离开 我必须要吃谁输去的 放手 我经历 这就是像小岸父亲过世的画面 所以说让实验室毒气外来的就是 五岁 军 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间小阳出院了 刚好 我搭你变车 不?我话跟你说 我有预感 我要被碎碎念了 放下了 放弃之前可是要先擁有 你的意思是說 我曾經擁有過小安 你跟小安跟我一樣 趕快停止 不然注意講到小安的危險 我才要拜託你 趕快把那個掃把書帶走 我差點為了他 連命都要丟了 也非 如果再讓你爸看到 你跟小安在一起 不只他 與家人都會遭殃 冰櫃的事情最好證明 你嚇哭不了我 再說 意外的發生是因為冰櫃壞 你幹嘛查到我爸 是不是意外 你很清楚 我清楚只有一件事情 你開口閉口都是余小安 擔心他的安全 那哪一次你有做好 預先防犯措施啊 這樣的你有什麼資格警告我 你要好好保護他 又要在這邊似乎跟我講一些廢話 又要在這邊似乎跟我講一些廢話 謙哥 我說過我真的沒事 其實我可以自己回家 你不用特地來接我了 我媽這次肯定嚇壞了 你怎麼不問我被嚇壞 你是大律師耶 什麼場面沒見過 哪可能那麼容易嚇壞 不過這次真的謝謝你 救了我跟依菲 她好像也是今天出院對不對 我不清楚 你記得他有跟我說過 小安 比依菲遠一點 你還在為我會的事生氣嗎 謙哥 演藝菲真的不是壞人 她不是壞人 她是危險分子 妳從日大開始就知道她滿嘴的謊言 妳要騙妳自己嗎 可是 妳要替她解釋 妳不能跟她在一起 別再訓練她 所以真的是嚴峻牆下的毒手 不是意外 文娟 我拜託妳面對現實 別這麼天真了好不好 妳差點要跟妳女兒天人勇格了 這個事情 怎麼可能發生得這麼湊巧呢 就在小仁跟小安 跟嚴峻牆正面衝突之後 她怎麼可以這麼狠毒啊 當年可以這樣對於希棠 她現在會這樣對小安 一點也不稀奇 什麼意思 媽 我現在一直說的是什麼意思 媽 眼睛搶殺的怕 你們知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啊 謙哥 妳明天快跟媽說 這個話不能亂說 話不可以亂說 沒有證據說會被告呢 媽 帶妳來藏了多少明明 妳這病可能就是因為妳藏了這麼多不甘案過去 妳為什麼要這麼苦 妳怎麼殺我的病 妳怎麼殺我的病 田軍強到底做多少長天害理的事情 為什麼要這麼執著我啊 我知道的越小越好 我的身體 我自己的心裡有數 因為你們都知道這些事嗎 我爸真的是被顏董次長害死了 爸真的是被顏董次長害死了嗎 小害 我只是不想破壞 妳跟小日平均的生活 我沒有告訴妳 真相信 我不想把恨當作一把刀 刺到妳的胸口裡面去 我不想妳們仇恨 我不用妳們痛苦 我只要妳們平平安安的 不要去報仇 秦阿姨 我懷疑顏軍強真的殺了我爸 有這麼多年來 他為什麼沒有幫我們趕走 所以還要幫我們留下 因為顏軍強一直懷疑妳們 還留有當年女協團在實驗室的密集 為什麼可以讓顏軍想變成殺手殺死爸 小安 別走啊 爸爸 如果真的有這個配方 就可以證明顏軍強殺了我爸 如果這件事真的 我一定要讓他付出代價 我一定要讓他受到懲罰 小安 我爸在天上 看我們傻傻的被騙這麼多年 海底很生氣 這些年來我一直把顏董事長 視為我們的恩人 感謝他讓我們在香草原工作 沒想到 是他嚇死了我爸 你爸是不是以前遇上野心了 被他一直在實驗室裡面 我今天阿姨是娶她的丈夫 你媽媽 你也很辛苦把你們兄妹帶打 至於我 至於我媽 我們的幸福都毀滅在顏軍強手裡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我不覺得你接近亦菲了嗎 壞事是顏軍強做的 跟顏依菲沒有關係 怎麼會沒有關係 他姓顏 顏軍強是他爸怎麼會沒有關係 一非不知道他爸我做這件事情 他什麼國家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做好的 他想要我這一切去影響給他的 這一切是我們父母就生命換來的 不要停 跟顏芬沒有關係我不要停 不管你想不想停 你跟他不會有未來 顏軍強殺死你爸 我跟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的事情我都要管 你想要你過世的爸爸 你想要文娟阿姨啊 你只要你了斷你跟顏依菲 本來就不該發生的關係 只要是對你家人 唯一對的請家人的選擇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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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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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袁京強的老傢伙 狗騎跳牆想弄死我 沒想到我一小人福大命大弄不死吧 但是弄到我家小安 一樣該死 我讓你知道 能上我的代價是什麼 老爹不用找了 阿映 阿映 幫我找兩個人 她的哥哥想做傻事 前面只想幫我阻止才行 老爹有孩子沒有啊 呃 因為我手機壞掉了 手機快早說嘛 來 阿映 來 不要 記得上次 丫頭用我手機 打電話給她男朋友 阿映 我的车进场保养了 所以今天要麻烦你载我去河滨公园写生了 小婉 你不要叫死 救命啊 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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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陈金怎么会来 不要动 不要动 走 走 走 陈芊 陈芊 你快走 天天 我没事吧 你那么受伤 大小姐 对不起 大小姐 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 今天上车吧 我送你回家 小王 你先回去吧 今天的事情不要跟别人说 好 可以陪我走一走吗 我有事要跟你说 我现在绝对不能回家 如果被我家人知道发生这件事情 我爸一定会二十四小时派人来保护我 你不害怕吗 我当然害怕 我会想办法更保护我自己 天天 天天 你真的变得很勇敢 你会哪里受伤啊 法国画家雷诺瓦说过 痛苦会过去 美丽会留下 你没事吧 天天 我没事了 刚刚我说的那句话 其实是我妈生前 最常跟我说的一句话 她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要把在你心里最美丽的一部分留下来 妈妈要你正面思考 再生恐惧 她生前说不管她病得多痛苦 她只要一想到我 她就不痛了 她还说 只要她还能告诉我她爱我 那就是她生命里最美的事情 我现在终于懂了妈妈的意思 人生的美丽 是因为可以用有限的生命 深爱着一个人 天天 所以今天的事情 我会经常把痛苦还有害怕 全部忘记 我只会记得尊女业势 那就是你了 报导师长 依照您的吩咐 把当天这种冰柜的赤字警卫已经开除了 不过我们在冰柜信号找到一个随身碟 随身碟 这个随身碟里全是最机密的文件 到底是谁偷了我的文件 把随身碟里全找出来 光找出来不够 把他抓到我面前来 董事长 以防机密外申 人事部那边有所有员工的资料 把随身碟上来只能送宴 应该明后天就可以找人 如果严军强知道随身碟是我的 小丽菲 出院了 你怎么跟甜甜一起回来 甜甜不是去写生的吗 我累了 我先去休息 甜甜怎么回事 不知道 我也会放我这种鞋 叫小花进来 小花进来 老小 小花进来 小花进来 老小 老小 小花进来 小花进来 里面 小花进来 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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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菲 你没事吧 怎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啊 我 让一菲知道我差点被人绑架 她一定又会担心 她才刚出院还是不要讲好了 我没有事 你不用担心 真的没事 没事 我只是活活的累而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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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田 就近的我 常常觉得很害怕 冰柜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已经出院了 所以不用害怕 把水深淀水找出来 把光草船不够 把他抓到你面前来 不只冰柜的事 不只冰柜的事 就是有种 我们忽然长大了 原本熟悉的世界 变得陌生了 而要去面对一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 未知 总是让人感到害怕 小时候我们只害怕虎姑婆 会把我们的手指头吃掉 可是长大以后 换人比虎姑婆可怕多了 以前你还要我跟你一起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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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起躲在棉被里 路火就找不到我们了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 棉被不够多了 该躲哪呢 该躲哪我们才可以逃离 这可怕的世界 长大不见得就是坏事啊 我们会受伤 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还有期待 有想要守护的东西 真的吗 当然啊 每个人都有心中想要守护的东西啊 像我 我就想守护你 你是我的家人 你是我唯一的弟弟 不管你遇到任何困难 我都会保满 我是你 少来啊 我长大了 不是下地坏 每次都玩自己招 轮到我保护你 天天回家后一直门不省事了 你到底去了哪里 人家把票给你 不要动 记忆卡呢 你以为你不报话 你不怕就不会掉行车记录器 找生手吗 告诉我 与晓人直接赖不掉了 与晓晓晓晓了 她今天感动晓晓 一定很可能是你跟阿姨 你跟你的那一样 你们都是罪孽先做的魔鬼 你知道太多事情的人 就要懂得关注自己的嘴巴 为什么还是跟与晓晓就谈不亲了 那个与晓晓每天都会去陪晓晓 就给她的教育 小心 因为你是严均强的儿子 注定没有资源跟晓晓在一起 不能让她发现我在这里 永远 我想成为你的男人 嫁给我 她又一次看着窗外 她无声漂浮了云海 她站在高楼的阳台 用孤单画上的男孩 谁暂停未来 女孩遇见男孩 微风停下来 一种静止状态 两颗心不明白 也许在这一路 别在明天分开 上在天未来 暂停暂时空白 有梦在存在 牢牢不会再来 连呼吸都清白 每一时的问号 别在明天分开 把时间的痛给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